继续来关注总检察署撤销财政部部长林冠英和女商人彭丽君低价买房案的风波 控方原本要求宣判被告释放但不代表无罪 但是高庭最后裁决无罪释放 控方表示如今一切得看总检察长汤米·汤姆斯 要不要针对判决提出上诉 另一边向首相署副部长哈尼巴一再强调 这起案件和前雪州大臣基尔的激攻案完全不同 无法同等处置 总检察署上诉和审讯组主任哈纳菲昨天解释 总检察长汤米·汤姆斯没有参与前宾州首长林冠英 和商人彭丽君低价买房案的任何决策 包括撤控 不过领导此案控方团队的副检察司马斯里表示 控方是否要针对无罪释放的裁决提出上诉 需要汤米做主 马斯里向新海峡时报指出 这项课题引起诸多议论 控方要不要上诉是他的老板 也就是汤米的特权 不过目前他对汤米的决定一无所知 报道指出 按照刑事重视法典 法庭下判后的14天内可提出上诉 谈到林冠英的英宅案 外界也谈到前任雪州大臣 莫哈默基尔的激攻案 两者都是因为低价买房而被控 一个无罪释放 一个被判坐牢12个月 掌管法律事务的首相署副部长哈尼巴强调 这两宗涉探的案件无法以同等的方式来处置 哈尼巴向当今大马说 马来人会形容两者风马牛不相及 西方人则说两者南远北者 阿拉伯人会觉得是毫无相关的对比 他进一步说 如果他指这两宗案件是一样的 而且应该给予同样的待遇 那他是在欺骗他自己 他还引述一种说法 如果将不同的事视为相同 是一种歧视 话虽如此 他并没有解释究竟两者有何不同 NTV7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